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已经闪过一团了 就是有很多朋友晚上都会烤肉啊 那我就是说尽量玩去 因为我怕去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种很痛苦的感觉 就是看到他们吃然后我又不能吃 然后因为在节食 所以其实会比较心情会比较沮丧一点 所以我想说你们也不会希望看到一个光头 然后像街友的人坐在旁边角落 然后又不吃东西 那看到什么食物会特别就是心动啊 没有克制 炸鸡 就是看到炸鸡都会有一种 最近有点副片打 就是因为每次就是看到页面都会有 因为那个食物拍的实在太美 那有时候因为我都在家里面啊 除了去在南部拍戏的话 回台北就会窝在家里 就尽量让自己的行动可以越来越少这样 因为没有什么热量 对 上网哥想请教就是你在还没节食之前 叫Full Panda的频率大概有多高 大概三天大概就会叫一次吧 因为我不是那么长在现在这部戏开拍前的时间都是休息嘛 那休息其实我没有常往外跑的习惯 所以常常会在家里叫 你上那么多钟 就是靠街市比较多还是有运动 呃因为角色上没有太多需要运动的东西 所以希望让自己呈现比较饥饿的感觉 憔悴感 对 憔悴感 所以胡子也没有刮然后希望希望这个角色大家看到会喜欢这样子 你家人最近收到很多手机课在处理完的吗 哦明天会去处理 是不是要卷出去啊 对应该会应该会 就是希望可以帮助就是一般就是可以帮助到弱势的团体这样 那看就是是不是跟中秋礼合一起 应该应该会啦 那就是希望就是拍片控辖之余 刚好人在台北我可以做有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这样 那那个就是不配拿的广告特别可爱 可是你在上面在FB上面写说就是你觉得很变扭吗 还是觉得很变扭 呃其实会有一点害羞 因为我觉得就是有别于一般接受过的广告 我觉得这一次FBENDA它主要就是我觉得一直以来FBENDA给大家的形象就是活泼 然后会很有活力的 而且加上外送员他们都是佐粉红色的服装嘛 那其实在街上很容易看到 那接受到厂商他们的脚本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有有点忐忑 可是后来在表演的时候加上导演啊他有给一些指导 那加上后面最后的呈现我都还蛮满意的这样 那不要用很韌性的口气 然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哇你这个要求很韌性喔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喔 那我很荣幸可以担任了FBENDA的所谓台湾区的代言人 那我要在这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谢谢 这样够了吧 我想要再问一个问题 那还有个问题 那你入围影帝的这个技术方法跟技术吗 就很开心 那请大家多多支持金钟角 所以会结识到那时候吗 如果要庆功什么的话 呃还是会 因为我会拍摄到十一月 十一月初 所以我要维持这样的状态 大概两个半月这样 看来现在三餐都正常吗 不正常请不要学我 对